大月 嗨 原来我也会角色扮演系列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哪一个宫位呢 兄弟宫 兄弟宫或许跟其他的六亲宫位一样 他就是人的代表 基本上呢 我们在命盘上面看到的这些六亲宫位 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 尤其是在本命盘上面 通常六亲宫位都是我们对六亲 对于这些人物角色设定 对于他们之间的看法 还有我觉得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人 从自己为出发点去看他们 我觉得他们像是什么样子的人 比如说每一个小孩的爸爸跟妈妈 都是同一个人啊 那我要怎么样解释我们的宫位里面 心要不同的这件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以自己为出发点 我觉得我爸爸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哦 看自己命盘上面 宫位里面是什么心要 我觉得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人 实际上他们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人呢 建议还是要取得他们的命盘哦 你才能够真正了解 对应他们真实是什么样子的个性哦 那么今天要介绍的兄弟公呢 指的就是兄弟姐妹 但是要跟自己同性别的兄弟姐妹 以大约来说大约是女性 所以我的兄弟公里面呢 指的就会是我的姐姐或是妹妹 跟我同性别 那如果跟我是不同性别的 比如说我有哥哥或是弟弟的话 那么我要参考的是 兄弟公对面的仆义公哦 如果是不同性别的兄弟姐妹 那么我参考的就是仆义公 好在黑板上帮大家写上去 另外兄弟公其实还有对应着 妈妈的公位哦 所以在这边帮大家写上了妈妈两个字哦 兄弟公同时看的是妈妈 但为什么不是在父母公呢 因为父母公看的是爸爸 有没有爸爸这个公位 那么爸爸的感情对象 你要看我的感情对象 是一格两格 逆时针两格 我的感情对象的夫妻公 对于爸爸来说呢 爸爸逆时针两格 爸爸的夫妻公就是妈妈了 所以我们兄弟公 同时会有解释妈妈的含义哦 那如果老师那个 我从小那个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我妈妈从来我都没有见过她 没有带过我哦 对于兄弟公的妈妈的这一个解释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 这个妈妈可能天生带了什么样子的遗传给我们 因为毕竟命盘上还是看的是实质影响力哦 那么这一个公位 其实是可以对应那个实际上照顾你的那一位实际上的妈妈角色哦 所以在本命盘上面唯一可以对应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人 其实就是父母公跟兄弟公所对应的爸爸跟对应的妈妈哦 当时是祖星出现在我们的兄弟公的时候 我们会有怎么样子的角色扮演状况呢 第一个还是紫微星哦 这是一个很尊贵的信要对吗 他被他需要的是被尊重被尊重哦 所以当紫微星出现在你兄弟公的时候呢 首先你看妈妈一定是觉得 哇贵妇 当然啦你会觉得这个妈妈是尊贵的 你必须要尊重她 但是对应在兄弟姐妹的这件事情来说呢 或许你会觉得 哎奇怪 我总是觉得我的那一些兄弟姐妹 他们好像比较被疼爱 然后心里面就会感觉到很介意哦 基本上呢 如果在这个公位上面 运线盘上面有画录啊 有录存啊 那么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还不错 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 比较容易在相处之间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需要被尊重嘛 我希望他能够多尊重我一些 但我又觉得他有一些高高在上的感觉 相处起来必然还是会有一些些的问题跟状况 第二个叫天辅心 这是一个很务实 而且很有能力运筹帷幄的星药 所以当天辅心出现在你的兄弟宫的时候 首先我就会觉得我妈妈能力很强对吧 那在兄弟姐妹上面呢 或许对我们之后的人生会有一些帮助 至少在这个运线底下哦 他们的能力对我来说 或许给我能够一些实质上的什么样子的协助哦 下一颗天机心 这一个善良的聪明 逻辑又好的天机心呢 当他出现在兄弟宫的时候 当然我就会觉得 我妈妈调理逻辑很聪明都很赞哦 那如果是在兄弟姐妹身上我们互相的对应呢 你就会觉得哇真的不错哦 身边总是能够出现自多心来帮助你哦 天机心其实很适合放在兄弟宫呢 下一个天良心 这个天良心呢 就很像是上天给的鬼人对吗 当他出现在你的兄弟宫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 我妈妈对我真的是照顾有加 一个很nice的长辈 但如果是在兄弟姐妹这件事情上面 就不一定哦 当出现在运线盘的兄弟宫上面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自己有可能就要对应那个天良的角色 基本上天良它就是避应照顾 当然你对你的兄弟姐妹 就会特别的更加的照顾了 下一颗天同心 这是一个很乐观的心要对不对 不争不抢好相处 当然在兄弟宫的时候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好好小姐 好好妈妈 很好讲话哦 当你在看妈妈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妈妈很nice 但是当你在看兄弟姐妹 四天同行的时候 哦那当然这个兄弟姐妹 相处起来也是非常的愉快哦 大家好来好去 甚至他因为不争不求 说不定他连遗产都不跟你争了哦 这个是天同心出现在兄弟宫的时候 有可能会发生的 是好处吗 见仁见智 但你一定觉得你的兄弟姐妹 非常好相处呢 下一个太阳心 这一个代表着父亲 爸爸心要的太阳心 当他出现在兄弟宫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妈妈哦 我们知道太阳心有望位跟落限位之分嘛 如果这个时候 你的盘上的太阳在望位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觉到 哎呀我的妈妈掌握了家中的主导权哦 这个妈妈是会画瞎的这样的妈妈 但是如果你的盘上太阳在落限位的时候 你或许就会觉得 哎妈妈总是默默的在支持的这一个家哦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避应跟照顾照耀的大家 这样子的特质不会改变 那对应在兄弟姐妹上面 一样的哦 我对于兄弟姐妹的照顾 一样是有 但我还是能够希望你们能够多遵照一些 我的规则哦 不管我是排行老几哦 我总是会站在那个照顾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去对应我的其他兄弟姐妹 但是站在兄弟姐妹他们的角度来看呢 他们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受到应该要有的尊重 对吗 下一个太阴心 太阴心呢 它是一个很有桃花很有缘分的一颗星药 当它出现在兄弟宫的时候 表示你跟妈妈的缘分其实挺好的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妈妈的工位嘛 他对你就会特别照顾有加 完全就是妈妈的角色 那如果是在看兄弟姐妹 一样哦 你会有像妈妈的特质一样去照顾着你的兄弟姐妹 跟你排行老几 一样没有关系 你对于每一个兄弟姐妹特别的照顾 当然这是互相的哦 你的兄弟姐妹对你而言 大家也都非常的好相处哦 七煞心这是一个非常坚持 非常固执的心药 所以当这个七煞心出现在兄弟宫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我这个妈妈能力好像不错呢 因为她的对面一定有天赋心嘛 基本上这个妈妈一定可以把整个家里面安置的还不错 但是对应在兄弟姐妹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或许呢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她的坚持跟固执 要嘛好就是很好 大家都好就都没问题 但是当状况不OK的时候 七煞心是那一种 我可以说断就断的心药 下一颗破军心 当破军心在兄弟宫 其实在六亲宫位都是哦 因为他们的远大的梦想 他们都会希望 人跟人之间的对应态度上面 能够更好 更深入 更多不同于以往的交往方式 他们有很多的想法 所以对应的他们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做法 但是这种太过重视自己的价值 跟态度的做法 跟行为现象 当在运线盘上面的时候 其实也蛮容易因为做的过头 而造成人跟人之间的产生 什么样子的破号行为 下一颗贪狼心 则是一个欲望的心药 所以之于妈妈 之于兄弟姐妹 我当然会希望 我们在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能够在感情的这件事情上面 给予很不错的对待 或是给予有利的支持 基本上这个桃花心药 在兄弟宫上面 不管跟妈妈啦 或者是跟兄弟姐妹互相往来 都有很多很不错的妙技哦 下一颗 巨门心 巨门心就知道 它是一个不安全感的心药哦 所以当它出现在六亲宫位的时候呢 像在兄弟宫对妈妈对兄弟姐妹 其实我内心就有一层 无由来的不安全感的层面 这个跟感情好不好呢 或许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呢 它就像是隔脚刹一样 我们的感情其实没有不好 我们感情非常好 但就像是隔了一个桌角一样 总是无由来的 中间会有一层防护罩 有一层沙挡在中间 连真心 连真心呢 很多书籍也会写 这是一个义正义邪的心药 其实怎么说呢 因为当连真心状态很好的时候 他们表现得非常好哦 聪明 机智 而且呢 化气为求的心药 他们可以好好的在遵守 人跟人之间应该要遵守好的规范 但是呢 这个很怕煞技的连真心 当他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就会想偏 走偏门 超捷径 这个时候呢 其实很容易踩到地 做了一些不太OK的对应状况 所以连真心呢 还是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当他出现在六亲公位 像是兄弟公对妈妈还有兄弟姐妹之间 这种人跟人的对应 有没有好好的循规道具 有没有好好的遵守自己应该遵守 严守的范围内去对应他们咯 下一颗 天象星 天象星 这个很重视人际关系的心药 所以自然 当他出现在这种六亲公位 出现在兄弟公跟妈妈 跟兄弟姐妹之间 这种怎么好好的去维持 我们之间的这些交往交流 对天象星来说 他自然是一个能手 最后一个叫做五曲星 五曲 这个财星放在兄弟公 首先呢 对应五曲星的心药特质呢 他就是会 他就会是一个务实的 勤奋努力的状况 所以当我在看我的妈妈 或是看我的兄弟姐妹 我就会觉得 他们就是 就是很务实 很勤奋 很努力 这样子的状况 但因为他们有这种财星的特质 所以呢 对于金钱的这件事情的概念呢 他们也会带在里面 比如说因为我觉得钱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怎么样对你好 就是给你钱 兄弟公里面有五曲星画路的时候 这时候妈妈对你 或者是你对你的兄弟姐妹 或互相 给钱会是大方的哟 当画季 他就不大方了吗 没有 他一样会很大方 毕竟对五曲星而言 钱的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该帮的时候 我还是会帮你 我还是会大方的资助你 只是我在帮完你之后呢 我可能或许不太开心哦